不买我所有的notes还有功课乱造造 你看我的幸福9块9就可以买到 这个很好喝咯 我妈炒团又有吃吧 哇好辣 我炒辣了 要不要再口鼻 口鼻肉咧 口鼻肉咧 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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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鱼鸡想吃 吃饭 吃饭 点一下 我现在在点那个晚餐 因为我们要点外卖嘛 所以我现在是吃着早餐点晚餐 我是多爱吃 诶,你还可以付钱了吗 我现在是吃着早餐点晚餐 我是多爱吃 诶,你还可以付钱了吗 诶,你还可以付钱了吗 诶 诶,你怎么在这里呀 你怎么就跳上来了呀 诶,你不是在楼下吗 诶,你不是在楼下吗 你不是在楼下吗 什么时候上来的 Good morning 年年先Good morning 嗯 你是猫啊 年年真是超早起来的 他现在是几乎每一天 五点半之前一定会起床 哎呀,他今天又叫我了 我就看天色那么黑 现在有五点多 我一看五点二十多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自律的猫 他真的几乎没有超过五点半起床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是猫还是鸡 猫不是很懒睡的吗 他怎么会那么有精力啊 你试试还小 诶诶诶诶 我这死妈咪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刚吃完我的早餐 现在就准备做复习 今天不需要上班 只要不需要上班 我的心情会特别好 就可以把我的全份心机呢 放在我的那个复习 还有做作业的上面 好啦,不多说 做作业 你们有没有看到后面 那个时候 Rowsing Center Book Desk 到底是充满我的那个作业 因为有时我做作业的时候 我需要有两个screen 会觉得比较容易做作业 我就可以一边放着一个题目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 开始在打作业比较方便 同时有用过两三个screen工作的人呢 当你用回一个screen的时候呢 你肯定肯定不习惯 真的超痛苦的一个screen 好啦,真的不走说了 开始做作业 在手里面呢? 太多viamente 最近年年好喜欢呆在这个盒子啊 她刚才就是从这里这样走走走走走 走过去 然后她就爬进去盒子里面 她就这样躺着了 她就望着窗外面的风景 年年是不是很舒服啊 这个盒子 bior,妈咪每个星期帮妳换一个盒子好不好 Hello 为什么站在这个角度呢 是因为我要给大家看 现在是3点 我现在有一点饿 我就打算要下去吃东西 在吃东西之前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真面目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啊 我就会把我整个楼上弄得非常乱 现在是两张桌子 都是属于我的 老先生现在在楼下办公 虽然说那workstation是他拿回来的 可是都是我在用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凌乱的惨剧 刚才呢 我不是在这张桌子做功课的 然后我桌桌下 然后太阳就照进来太晒了 我就move去另外一个桌子 你看 这里就是布满我所有的notes还有功课 后来呢 我就搬过来这张桌子 这里呢 我就在做这功课 还有那做功课的资料 然后这里呢 还传查一下公司 因为刚刚有公司找我 然后我又需要画一画东西 你看现在楼上的残局 都是我造成的 就很乱造造 现在我就不管楼上的残局怎么样了 我等我做完功课 我才慢慢熟识 现在就要下去吃我的饭区桶水 在老先生就把饭区桶水 年年你要跟妈妈一起下去吗 你看年年已经在那个角落 超过一个小时了 他在那边睡着了 当我霸占了楼上之后 这里就是老先生的工作台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可怜 没有啊 这里很好哦 是不是很宽敞是不是 你看他依然有他的Laptop 然后还有一个Portable Screen 比你是觉得一个Screen很难做工 是可以啦 可是就不好做是不是 就不方便啦 嗯哼哼 这里就是昨天晚上 老先生包好的饭区桶水 就觉得很方便 可以今天这样吃 所以我们的午餐呢 就是这样解决了 嗯嗯 怎么了年年年 年年最近超喜欢玩这个袋子 只要丢呢他就会跑去追 吃饭可以大家看一下 年年你看 你看 一 呃 三 可是年年不会玩catch 他不会跑回来给我 来给妈咪 你看他宝走了 你说嘛你很宝贝妹那个东西 宝贝拿回来的 宝贝妹 这什么来的 哎呀妈咪拿不到 哎呀 你看宝命也不要玩具 哈哈哈哈 你傻不傻 我在看那个超市群 有什么东西便宜 这个超市群它好笑 你看它经常会这样post 西兰花broccoli99set 我就觉得很像给小孩子 做flash card这样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我觉得超市群很方便 因为有时你要买东西啊 然后你又不确定它有没有货 你就可以问一下 啊请问你有没有货啊 或者它有什么promotion的时候 它就会up上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那个价格 假如适合你的话 你就可以去买 你就不需要经常 很像白跑一趟这样哦 我觉得它好的 可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 我想要买东西的那个几率 因为很像它上载一些零食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要买 你看这是我之前去了好多遍 都买不到的原味瓜子 等一下就update到那个群 说已经到货了 所以我这星期就可以去买了 妈咪我要买瓜子了妈咪 我妈吵讨厌我吃瓜子 可是我妈咪哦 她自己有一点 嗯 我都不懂她在讲什么 人格分裂嘛 她在这里叫我不要吃瓜子 可是我以前啊 每次去巴桑麻辣买了瓜子回去之后 她就跟我抢着吃哦 我都不懂她到底是想要吃还是不想要吃 我们现在吃着去拿我们的晚餐 就是我早上订的晚餐 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 我就早上订了之后 好像也没做什么东西就做了作业 我现在就晚上了 一天时间过得超级快很恐怖 然后我们今天订了呢就是米线 我们昨天也是订了米线 今天又吃米线 是因为那米线现在做着那个促销活动 平常好像是可能15到18块一碗 好像就9块9一碗 我们昨天吃了之后觉得 哎还蛮好吃的 然后也很大份量就觉得还蛮值得的 然后我就跟阿先生说我今天还想吃 我们就今天又再订回不一样口味 诶其中一个不一样口味吧吼 嗯 我们就今天订回其中一个一样口味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没有吃过的口味 现在去取外卖 停这里吧不然呢 那么快啊 哇小心小心 哇好重好重好重 我们回到来啦 这就是我下的单 有酸菜鱼米线 还有猪肚鸡米线 这猪肚鸡米线呢 它就是白胡椒汤底的 我就觉得非常好喝 耶我们开动 它这个是超大一盒的 是因为它的米线呢 和它的汤分开放 然后就全部放在container里面 咸咸咸 这就是大谷米线的 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个大谷米线的店 你们有没有吃过 我真的觉得超好吃的 你们那边卖多少钱 我们这个就平常十几块 现在卖9块9 你看它这里下面那层呢 它就是放糖 哇好烧 你看满满的糖 那么多糖 有那边卖 应该也有 我是不吃猪肚的 因为我觉得猪肚很奇怪的textual 我就不太吃内脏的人哦 幸福如此简单 你看我的幸福9块9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我昨天也是有跟朋友讲 现在这个有在做promo 然后他今天也是去买米线 他一个人买两碗 因为他一个人住 他就在纠结着 他要吃哪一个口味 然后他自己在纠结的时候 他跟我说 只有小孩子做选择 然后他就很豪气的 两个都买 在冬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 to help me cope with anything 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 tale 早安 你们这几天呢 会一直看我在做assignment 就没有做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在赶着一份assignment 星期一要讲 然后星期二有presentation 就会早上做到晚上 这样一直在那边做 一直在那边写作业而已 我都有一度觉得 我以前学生生亚是这样的 没有 我不记得我那么忙的 然后我真的很真心佩服 那些part time工作 然后又读书的人 真的太累了 我已经算是工作时间很短的人了 然后我都觉得有一点cork不来咯 就会很忙咯 我就会一直在那边读书 然后做作业这样 现在呢就要准备我们的午餐 想要给自己休息一下 做一些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我们准备午餐先 吃什么 饭 饭 饭 Whe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Across the street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fantasy To help me through Reality And my destination Makes it worth a while Push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別演少了 Hello 我做到多少九十 我常常做到半小時 因為我就弄著那個綠豆嘛 綠豆我打算是可能下午茶或者晚上喝的 然後呢 就弄了一個 麵包 Cupcake 這非常簡單喔 就只需要你的一些熟食 就很像Bacon啊 Salami 你就可以弄了 好吃的 比我還沒有吃我就講好吃的 我覺得只要看起來很好看喔 我心情已經美好一大半了 所以肯定好吃啊 漁業的心 然後弄了一個檸檬水 我們吃午餐吧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是隱秘的角落 現在看這個第三集 我難解釋這套戲 我覺得心情還蠻沉重的 我看的時候你會嗎 這套戲呢 它就 我覺得看了之後 會有一點點心裡不舒服耶 你會心裡不舒服吧 B 蛤你還好啊 這樣可能我的心 沒有那麼大 可以take這樣 serious的東西 它不是很長的 它就很像是十二集 假如你們看完了一些手上的劇啊 追完了之後呢 可以嘗試看一下這個隱秘的角落 然後跟我講說 你看了之後你會不會跟我一樣 覺得有一點點不舒服心情 呵呵 它是好看的劇喔 所以我也是會繼續看下去的 我們吃午餐 吃午餐吧 你現在要吃哪個 我弄了一個 老先生不喜歡吃的avocado 可是因為我這次加了一個檸檬汁 然後加了一點鹽 很black pepper 我剛才這樣拿來甜 我覺得它味道還蠻好的 它就沒有avocado的味道喔 可是我每次當我覺得沒有avocado味道的時候 老先生就覺得有了 味道就很細微有細節 不喜歡吃都 sci的細節 小鴨鱼鱼鱼鱑肉 吃點檸檬的味道 冷冻它成冰 有没有那种 你家里那种打开冰箱 然后那种冰箱盒子里面装的都不是冰箱的感觉 来啦我们吃完午餐的 我现在要带年年出去我们后院那边走走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妈妈带你出去就走好不好 年年很蠢的样子 我们出去走 Go 别让我开门 有没有 上太阳了 等下继续写作语 我跟年年的bonding time 我们直接的bonding就是隔着一条绳 年年很怕吵 他不会走去吵那边 然后他只会这样不吵 只要外面天气很好呢 我想要为这种木蝶子 还有那种产品就上一层油 那木蝶子 所以就完之后就会有这种痕迹 现在刮过的痕迹 然后就会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itle 请不吵 现在看起来会很安 因为外面下着雨 真的是下了好久的雨 居然半夜四点多时有一度热到我醒来 然后我睡不着就失眠好久 超累的今天早上 然后现在也是四点多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那么迟才开始拍片呢 是因为我今天非常忙 我今天早上就开始忙着弄我的assignment 老先生也是帮忙我弄 因为我星期一就是明天就需要教了 然后明天又有上班嘛 所以我明天就不有时间弄了 今天必须要把那assignment赶起来 然后就要开始准备那个powerpoint 超久没有做presentation了 就现在的工作不需要我做presentation 然后我就好压力 然后我在send report的时候 老先生就一直念我说 report不是这样写的 我真的忘记report怎么写的呀 昨天呢不是做了这个绿豆沙的 然后本来想说昨天可能下午我就可以弄来喝 或者晚上 可是忙下忙下我也忘记了 所以就拖到今天才弄 弄这个绿豆沙呢是因为之前我去台湾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伊兰 那叫什么啊北门绿豆什么啊北门绿豆牛奶沙 哈哈哈哈就我们去伊兰的时候就喝到一个饮料 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喝 我们那时候点了绿豆沙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口味啊紫熟吗 我都忘记了 就印象中就非常好喝 然后我就突然也想到然后你知道有时你就会突然特别怀念一种食物 而且我还非常想念伊兰 我不知道你们去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道东西叫做 蒜羹好像是叫蒜肉羹 它就是用很多蒜还有一粒一粒的那个猪肉丸煮的羹超好喝的 但我回来呢有自己尝试弄一次 然后我就用了很多很多的蒜 可是那味道就不一样咯 毕竟人家可以弄得那么出名呢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总不是我自己随便弄下就可以弄到东西 所以啊我就这样弄了一个我想要喝的饮料 你看这个杯子 哎呀是不是很像洗茶的杯子 是打着洗茶的杯子 我们前年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呢 然后先生就很颠的叫我扛一个洗茶的杯子回来 所以我们就一直放在我们家里到现在 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从是不是上海啊 应该是上海吧最后一站 我们就是从上海扛到回去马来西亚 回到我们的hometown 我们的hometown跟kait距离两个小时多的路程 我们还要扛着它搭巴士 然后我们又再从hometown扛回去kait out 然后我们再大杯接回来奥克兰 然后奥克兰呢我们又不是立马搬家哦 然后我就带着它搬家哦 所以这个洗茶的杯子跟我们经历了好多 我不记得台湾那个什么味道哎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喝哦 你们可以在家里试一下 反正就是绿豆 然后我用的是brown sugar 我就放非常少的水在那边煮 然后就滚到它烂 然后等它放凉之后呢 我就放进去freezer里面 然后再把它拿去blendblend了之后 然后我就加牛奶而已 非常简单的做法 嗯 嗯 我一打开我就看到这个杏拉面 我们今天的午餐也是吃杏拉面 只要我们很忙了很多时候都会煮杏拉面 然后偶尔我们可能会煮一些螺丝粉之内的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喜欢吃杏拉面的吧对不对 除非你不是很能吃辣 所以家里没有杏拉面 我我总觉得杏拉面是一种家庭必备 就是你家里必须要有的东西 我觉得呢上颜色是一个逼你做决定的事情 就是让你学习了 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人 我会有选择困难症 所以我每次在上颜色的时候 我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决定不了应该要上什么颜色 所以当我在上这颜色的时候 其实也是逼我在学着做决定 我经常会很纠结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是从我跟饶先生在一起之后开始 就是经常的决定我都会让他做 然后可能就依赖性越来越强 之后我就导致我自己不敢做什么决定 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觉得人不可以不会做决定耶 因为你总要学会为自己做选择 嗯 真的是我要好好面对一下 然后要好好更改这件事情 好啦不讲了 讲了半天我都没有上颜色耶 大家我突然间发现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我刚才在上颜色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这样 我就以为这个东西是背面哦 假如这个是背面的话 它这个丝上来的话 这是它背面了 它背面怎么会有颜色呢 然后我想了很久呢 我就没关系 我就想说先上色 然后再慢慢想要上什么颜色 结果上下上下 我就看到这个 这不是背面啊 这是饭团啊 这一整个饭团 这是饭团来的 怎么办啊 我已经上了蓝色耶 我怎样可以那么笨啊 不要理它 只要颜色配搭都好 我觉得我不讲 可能人家也以为是背面来的 这人家背面来要cover是不是 我好蠢啊 怎么寻呢 嗯 还好我会没上个米饭的颜色 不然的话更奇怪 整个蓝色 这样现在上浅黄色 好蠢哦 浮肉哦 因为爱你而改变 嗯 我始终听不清你的缺 你这样好喝吗 好喝呀 那你要谢谢我吗 谢谢你呀 你现在要弄什么 哈哈哈哈 我已经弄好powerpoint了 然后我就给了老师生家帮我做template 因为在设计方面呢 他比我好嘛 然后我们当然是要利用比我们厉害的人嘛 就是我们要好好利用他的强项来省大家的时间 你吃玻璃大啊你你 就是你 没有人灵的 不认生日 都忘记不夜 没有人灵的 就是我们灵的 就可以回到我们旁边 回来 这样 这样 妈咪找到你呀 你在这里啊 嗯 都感觉叔叔很喜欢玩串迷场游戏 政府对啊 都感觉叔叔很喜欢玩串迷场游戏 所以串迷场叫做躲萌萌 是不是 你已走远 抱紧你却抓不住你的爱 剩一点点 那一天你几乎带走 我所有的从前 故事里不再出现 与你相关的画面